这只刀版轴利金 现在换毛好丑啊 又变凶了 前段时间放他出来 跟小吴打架 特别的怂 现在又开始变凶了 敢捉我了 你看他现在多凶 把他公鸟的暴性表现出来了 之前我用手靠近他 他就害怕到处躲 现在都不怕我的手了 直接跳上手捉我 这就是公鸟的本性 八个分公母 也可以从他的性格去分辨 像这种这么暴力的 放手靠近他 他就跳上你的手 使劲的捉影 也就是公鸟 母鸟一般没那么暴力 像我家小吴 是一只母鸟 它不会这样子捉我 公鸟就会这样子 公鸟捉眼的时候特别兴奋 一般会说话的 它会边捉眼边说话 性格跟母鸟完全不一样 这只不会说话 它只会瞎叫 把它开饭了 放着饲料吃完了 给它放点 都可以上手吃了 现在这么凶 到过年的时候 让它跟小吴配对 肯定能配上 它的风罐没掉 这母鸟的风罐就容易掉 像小吴的掉完了 它的就没掉 公鸟都没那么容易掉 带小吴出来找鸟了 屋绳飞丢了 昨天下午天气很热 放它出来起早 没有让它进笼 就让它在外面玩 到了天黑 忘记叫它回笼子了 它就在门口的栗子树上面 过了一夜 今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看监控 还看到它跟小吴在门口玩 结果七点半我起床的时候 就没发现鸟了 到现在十点了 一直都没发现鸟 不知道哪去了 出去找一下 附近找了一圈没发现 不知道小吴把它赶哪里去了 我看监控是小吴赶它的 看下午会不会回来吧 今天是屋神失踪的第二天了 还是没回来 失踪20多个小时了 感觉凶多吉少了 有可能被老鹰捉去了 又飞这么矮 还是没找到屋神呢 飞太矮了 今天是屋神失踪的第六天了 还是没回来 感觉凶多吉少了 你把它赶去哪里了 去把它找回来 你不赶它 它怎么可能飞走 去把它找回来 那么多天没回来 应该是没希望了 屋神在换毛 掉了好多飞翼 飞行能力不是很好了 失踪那天早上 听我妈说 她看到屋神从楼顶往外面飞 但是出去找又找不到 真的有可能是被老鹰捉走了 也有可能是飞太远 失踪迷路了 不会回来 被人家捉了 也有可能是跟着小屋飞到外面的田地里 找吃的 又要被野猫捉了 反正是没看到鸟 六天没回来了 基本上是不会回来了 应该是出事了 都没回来 我说是不在家 在家 没有人家 没人家 这只能 这只能